大家好,我是苏妍初心的钟小姐 这是我2024年拍的第一支Vlog了 然后今天因为我过来要到这边 Tunan Broadway Station这边来许一个快递 所以说正好路过这边 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到这边来的 我还转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这边的建议 现在是伦敦的1月30号的晚上五天 我好久没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边过去的话 那个方向过去大概走100米吧 就是那个地铁站 这边其实是 就是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的 聚居的一个小区 就是一般很多中产阶级 还有年轻的比较喜欢 怎么讲 比较posh的那种 就会住在这个区 然后今天因为我的快递 是送到这边来了 所以我就到这边 只有在这个镜子里才能看到 我穿的是一条破洞的宰库 看到吗 我已经吃完快递了 然后它这个去快递的这个旁边呢 就有一家hobot 我一定都转过来的那边 所以带大家去逛逛 尝试 我就给你买点菜回家 就是这家hobot 而且它这里都是 全都是organic的有机食品 然后这是水果 这个面包已经快下班 然后过去看看它的肉 这都是卖酒的 这边是果汁和饮料 我不是很喜欢吃鸡 它这里是有很多鸡 然后对 我就比较喜欢 就这一袋 然后它这边还有海鲜 它这里的海鲜也都是有机的 或者是那种深海的鱼类 但是肯定卖的比外面贵了 你不要看它这个价钱 觉得三块六毛四很便宜啊 那是按两算的 一百克 不是二两 是三点六四英镑 是二两啊 五十一斤的价格 但看上去真的很新鲜 就这里所有的标签 全都是按一百克算的 也就是二两算的 然后这边有那个卖 包装好的那个橙皮肉 然后那边还有个起司专备 给大家看看 虽然我不爱喝酒 然后我也不吃起司 但是这边是肉肠 就是基本上都是从 那个欧洲各个国家 新鲜空运过来的 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起司了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起司的 会特别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是完全不感兴趣 因为对于我来说 这都是反式脂肪酸啊 而且还是饱和脂肪酸对吧 这是各种肉肠 有一个资助的那种就是熟食的那个可以打包带走的这种餐台 这边是热的 然后它那边还有冷的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东西啊 这个北京的话这叫排鲜 但是它这个好像它不是中国的菜 它这个我也不知道它这里标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的 反正在北京这个叫排鲜 我是不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的 这是各种各样的打包好的可以带走的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餐巴的另外一边 这边好像就全都是沙拉生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边有 这些东西我也都不适合爱吃啊 看这不就是北京那个炸的排鲜嘛 我刚才本来想去买肉的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牛排的那个肉 它可能今天已经买完了 反正它在那个counter里面我没有看到 所以那我就出去了 那我现在再去旁边的湖中的超市看看 有什么青菜 大家如果有关注英国的天气的话 会知道其实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英国伦敦也好 还有什么 可不要提什么苏格兰 爱尔北爱尔兰那些地方 就冷得要死 就是有那么一两天是飘雪的 就是这在英国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寒冷的天气 如果伦敦都能下雪 因为下雪就到零下一度了 所以伦敦是很少很少冬天会下雪的 我在伦敦这么长时间了 十多年了 可能就总共不会超过四到五个冬天 我有看到过雪 而且都是那个飘一点点雪 不够在地上它就会挂掉的那种 因为气温没有那么冷 但是上个星期呢 伦敦就一直蛮冷的 然后这个星期就天气就回暖了 今天大概就是白天九度到十度的样子 那现在其实外面 现在是傍晚了五点多钟 我觉得这个气温也可能就七八度的样子 那就完全就是很正常的 在北京的话 相当于是粗分的天气了 就终于把这个寒冬给熬过来了 今年这个极端天气啊 真的是很麻烦 据说2024年是一个非常 就是天灾特别多的人 现在一月份还没过完呢 就多少地方地震了 日本也地震了 中国也地震了 好像南北也地震了 对吧 所以今年真的是 大家保平安就好 好了 我马上要去超市买菜去了 拜拜 拜拜